大家都知道,宇宙太大,几个星系,那么宇宙之外是什么呢?第一个大胆的猜测是宇宙超出了宇宙,也就是说,我们银河系所在的宇宙,只是数千个宇宙中的一个。 当然,这只是科学家的猜测,毕竟,我们目前的技术甚至不能飞出太阳系,宇宙之外的东西是什么?第二个猜想是,首先有空间,然后有内核外。 如果大爆炸是时间的起点,那么大爆炸之前又是什么呢?在前和后之前会有时间,或者超越我们的宇宙,会有其他的测量,但是我们肯定不能使用我们熟悉的大小来理解内部和外部。 就像我们不能回答火星是在金星之上还是之下,第三个猜测是宇宙,应该包含所有的空间,包含宇宙的可能是其他维度的概念,与大小无关,比如由计算机,二进制程序,生成的虚拟空间世界,其中,我们不能将世界维度的大小与程序之外的虚拟世界进行比较。 这种推测类似于第二种推测,认为现有的人类知识和现有科学不能用来研究宇宙,更不用说在宇宙之外了。 更可怕的是第四种猜测,宇宙之外是一群未知文明的大师,像蚂蚁一样观察我们,这是可能的吗?我们真的不知道,也许当我们进入科学技术的高级阶段时,我们就能看到所有这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